怎麼樣?Sir 有個消息我要通知大家 不過你們可能是不想聽的 Vene將會引渡佩國 因為香港和佩國有引渡協議 她很快會被送走 我跟她下了很多次口供 但她真的很口硬, 什麼都不肯說 那不就別讓她走 這不是我們可以阻止的事 Sir, 如果Vene真的引渡她的話 那范Sir和其他兄弟的命如何? 誰向他們取回公道? 大家可以換個角度來看 Vene雖然被引渡佩國 不在香港受審 但是她回到佩國 也會接受法律制裁 我們的兄弟一樣可以討回公道 但是主犯還沒抓到 只有Vene在我們手上 我們才有機會抓到她哥哥 這個人才真正要為我們兄弟 負上最大的責任 Vene走了, 我們就沒機會了 阿諾, 你可否冷靜一點 我們是執法者, 不是為報仇 不要把什麼兄弟仇怨 為他們平原掛在嘴邊 這不是S隊的目的 Sir, 我很冷靜 也不是我個人感受的問題 你問問其他兄弟 誰願意看到Vene走? 我要說的已經過得很清楚 沒話再說 有很多事讓她大家做的 散會 阿諾, 你這麼臭幹什麼? 怎麼可以不臭? 我們付出了這麼多精神, 這麼多時間 每一宗案件都要用一條命去搏 最後就不知道因為什麼引導理由 就騙殺了我們的成果 做警察就是這樣 做警察不能有情緒 就算遇到不公道也不能出聲 死了的兄弟也不能出聲 警察當是人, 不是機器 當初我們進去S隊 打算可以為兄弟做點事 但到頭來什麼都做不到 浪費 喂 你好 忙著工作嗎? 採訪的事 那最近好嗎? 那就這樣吧 對了, 平時你拿著這麼多東西 你搭不搭這麼重 所以買了電子磁器給你 不過我不知道哪款適合你 想買兩款 其實你真的不用故意這樣 我自己可以 我知道你獨立會照顧自己 我只是想關心你, 過來看看你 謝謝 沒甚麼的話, 我要工作了 謝謝 採訪的許心 我跟她從小到大 有甚麼可以打給我 暫時也不用, 說完了 買了沒浪費了, 保持住 你真的不用故意過來探望我 我自己一個是可以的 你這麼忙, 沒人麻煩你了 你今晚再坐一瓶藥 看日內的毒性 收到 你加大毒素的份量 杜先生 杜先生, 杜小姐 杜小姐 你們繼續吧, 這邊 今天邀請杜先生、杜小姐來 主要是想替你回報一下 我們現在的研究進展 我們已經成功將化學物混合 製成抗毒劑 亦在動物身上做了初步的實驗 我們在白老鼠的身體裡 注射了這種抗毒劑 也將大量的死亡毒素 注入白老鼠的體內 經過比對實驗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打了抗毒劑的白老鼠 無論是鼻腔還是血液內的死亡毒素濃度 都是明顯比較低 那就是說抗毒劑對體內死亡毒素有效 挺好的 初步來說 證實我們用這種化學物 去研製抗毒劑是可行的 恭喜你, Sam 用這麼短的時間就有這麼快的進展 阿森, 你每天都有驚喜給我 國長, 雖然我們的研究是有一點突破 但是距離可以做臨床的測試 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在技術上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是未解決的 有突破已經很難得了 不如我們辦一個新聞發佈會 把這個好消息跟別人分享一下 好, 我安排一下 不好意思 杜先生, 我把所有的研究資料和數據 都傳給杜小姐 不用了, 由你去做主角 杜先生, 我想還是由你去主角好一點 始終你是公司的掌控人 而且你知道我 我不是很習慣面對人分 你們這些科學家真是… 明明功勞是你的, 你也可以不出面 Sam, 你是否記得上次文化大學 那個女記者 她剛打電話來說想和你再做一次訪問 我看還是算吧 因為我的研究都沒有確實的成果 我沒什麼新聞價值而已 取消她 好, 我幫你推出她 我叫他們今晚再檢查一次 看看白老鼠裡面的毒素濃度 好, 再作比對 恭喜你 謝謝… 好 陳先生, 陳太太 恭喜 別這麼說, 你們這麼忙都來 稍後見, 進去吧 好 好, 恭喜你, 很期待我們要發佈會 接風, 慢慢的 不妨礙你了, 我進去吃吧 你好, 陳先生 乾杯 道先生, 恭喜你 謝謝… 謝謝你的邀請 好 來, 生命都來吧 恭喜你, 恭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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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陣子發生了這麼多事 這次終於有了一個好消息 希望接下來都可以順順你 哥哥知道你在這裡為了我 為了公司勞心勞力了 現在有了阿森幫的手 以後會輕鬆很多 好, 發佈會差不多開始了 我們進去吧 好, 再見 杜先生, 出了事 被人搶先發佈了 本公司對憑死病人體內毒素的研究 有全身的突破 可能可以從此徹底消除死亡毒素 對人體的威脅 謝謝 杜先生, 你不是在發佈會現場嗎 我來問你 你有否跟任何人、任何機構 透露過我們的項目 沒有, 我們的研究全部保密 應該沒有人知道 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搶先過我們發佈抗毒劑的計劃 不好意思, 得得去 不知道為何那部驗養培養商出了問題 壓力表顯示壓力不穩定 不如你來看看吧 我出去看看 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大家沒事吧? 為什麼我們的儀器會發生問題?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這裡用的所有儀器 都是經過最嚴格的質量打斷 不應該發生了甚麼問題 杜先生, 我們的項目 今天被人搶先發佈 實驗室又發生意外 再加上杜小姐之前被人綁架 我覺得 這一段傳的事件並不是偶然 而杜先生, 你之前也說過 有人想打擊你, 陷害你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人是誰? 我自己心裡一直都有一個人選 他就是董啟超 你認識他的嗎? 我去香港之前, 我做過資料搜集 我知道杜先生和董先生 都是亞洲生物化工界的企業家 而杜先生, 你之前也在董先生 那間拜稅集團裡做過營運中監 但是很快你就自己出來創立了御田 在很短的時間裡 你就成為了拜稅集團最大的競爭對手 繼續 我也知道這位董先生 他做事手腳不太乾淨 所以我認為他覺得 你現在威脅到他的龍頭地位 所以他要用這些手段來打擊你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